哈囉,大家好,我是浩瑋 歡迎來到穩定收席這個系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金融股的比較 標的是2890的永豐金跟2891的中信金 我們來觀察看看這兩檔之中 投資哪一檔比較適合當收席股 還沒有訂閱的人,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喔!謝謝啦! 在這支影片中,我會從公司開曠、財報資料、報酬比較 以及合理價格,來觀察這兩檔個股的狀況 一開始先簡單了解兩間公司的主要業務 從第三季法說會的資料中可以看到 永豐金的盡利來源,銀行佔了7成 另外將近3成是證券 而中信金6成是銀行 人壽則是佔了4成左右的比重 可以看出兩間公司,獲利的主成都是以銀行為主 佔比都在6成以上 但差比在於第二大的收入,一個是證券,一個是人壽 如果單純從主成來看 那麼會覺得中信金的獲利波動將會大於永豐金 等一下後面也可以來觀察看看 實際的表現是不是如此 接著來看資產品質的部分 依照金融控股公司法的規定 集團資本施足率不得低於100% 從資料上可以看到 永豐金今年第三季是127 而中信金是134.1 兩間金控都是高於100%的標準 至於其他業務的資本施足率規定 銀行是不得低於10.5 保險是不得低於200% 證券則是不得低於150% 這部分兩間金控 不管是在銀行、人壽或是證券等此公司 都有在這個標準之上 表示這兩檔金融股在經營的安全性上面 並沒有什麼問題 再來是餘放筆跟背底代賬覆蓋率 這兩個數字可以用來檢視金融機構放款的品質好不好 以國內38家銀行來看 平均是0.19 而兩間金控公司在餘放筆的部分 永豐是0.13 中信是0.14 可以看到兩間銀行都低於平均值 算是相當不錯的表現 再來是背底代賬覆蓋率 這個數字越高 表示公司受到代賬的影響就越低 以銀行局最新11月的統計資料來看 目前本國銀行的平均大約是729% 兩間公司分別是982以及883 看起來這部分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接下來我們從財報的角度來看一下兩間公司的狀況 首先配息的部分 以連續配息的資料來看 永豐金連續配現金年數為12年 中信金則有14年的紀錄 從配息的數字中可以觀察出幾個重點 一個是兩間公司8年的平均配息率 永豐是51% 而中信是46.4 兩間金控最近3年跟5年 都是以配現金為主 至於EPS跟配息穩定性的話 可以看到兩間公司的數字 EPS政府都超過4成 高於我們所設定的兩成標準 或有這麼大的落差 是因為在2016年的時候 美股盈雨下滑很多 永豐金從原本的1.45掉到0.78 而中信金從2.58掉到1.43 通常看到這種比較大的落差 就會去查一下原因 並且去判斷 這是不是常態 那在永豐金2016年的年報中 有提到該年度是自從09年以來 金控業的稅後盡利 首次出現負成長 並且列了幾個獲利減少的原因 其中最主要的 是因為人民幣貶值 造成高風險延伸性金融商品的信用風險增加 銀行有多提列的呆帳損失準備 再來就是因為國內景氣負輸緩慢 部分具有規模的企業出現倒閉 或是解散的情況 銀行也為此增加了呆帳提列 這些問題也直接影響到金控業的獲利 不過關於獲利減少 最重要的還是去判斷 僵值的狀況是內在還是外在因素 以及是一次性或是常態性的問題 以我們這邊看到年報所列出來的原因 可以知道這並不是公司本身自己的問題 而是外在的因素 像是匯率還有景氣等等 在了解原因之後 就可以知道獲利下滑並不會是常態 因此就不用太過於擔心 反倒是投資人可以利用這個利空 來找到合適的進場機會 那自從2016年之後 可以看到接下來幾年 兩間公司都有逐漸好轉的跡象 從這個例子又可以再度證明 當有利空發生的時候 股價會下跌是在所難免 但可以確定的是 當每次跌完之後 價格還是會回到該有的價值上面 因為公司還是保有一定的賺錢能力 只要這個能力沒有消失 那麼這個下跌 換個角度來看 就只是替投資人創造一個進場的機會而已 接著ROE的部分 先來看永豐金的資料 近8年的股本膨脹比率為37.3 股東權益增加43.7 而盡力成長就13.4 看起來是有跟不上的現象 從剛才前面配息的資料中可以看到 永豐金在2013、2014年的時候 配股都在0.7、0.8塊左右 加上配現金的比重只有兩、三成 造成這幾年的股東權益大幅上升 直到2015年發生了中國股災 配股才逐漸減少 最近三年都只有配現金 所以可以看到當獲利更不上 再加上外債環境的股災 讓該年度的股價下跌 將近五成 這個跌幅對金融股來說是相當大的 至於近五年的話 股東權益增加16.4 而盡力成長是47.8 可以看到當配股減少 配息增加 再加上營收能夠成長 將近的盡力就可以跟上股東權益的增加 那因為盡力的增幅有大於股東權益 所以ROE也從2016年的6.24 到去年已經增加到8% 從永豐金過去中長期的數字來看 因為配息政策的改變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 這樣子就可以知道為什麼 我們需要去觀察盡力的成長性 因為一旦獲利跟不上 那麼股價勢必會有下修的可能 要是剛好又遇到外債的股災 那麼這個跌幅就會跟著被放大 投資人的損失也會更加的慘重 再來是中信金的部分 近八年的股東權益增加110% 盡力成長是99.3 看起來也是有跟不上的情況 至於近五年的話 股東權益增加43.6 盡力成長是53.4 這個表現跟剛才的永豐金一樣 都是在2016年減少配股的改變之下 股東權益不再大幅增加 獲利成長才有辦法凸顯出來 所以可以看到股價在2016年之後 才開始呈現往上的趨勢 再來看計表的資料 今年第三季跟去年同期相比 兩間公司的表現有點不同 永豐金在利息、手續費 以及金融投資的收入 都比去年同期要好 加上待帳準備減少 因此讓營收成長了13.3% 盡力又增加了17.2% 而股東權益就有多了5.9% 這樣子的表現也反映在股價上 最近一年的漲幅高達5成 而中信金的話 雖然說手續費跟保險等收入 都比去年同期要來的好 但是在投資收益的部分 明顯是不如過去的數字 所以整體的移收就增加了2.2% 而且在待帳準備跟保險負債準備 兩個都增加的情況下 盡力反倒是減少了兩成以上 從剛剛的年表以及現在的計表 就可以知道這兩檔金融股 在獲利的組成上雖然都是以銀行為主 但因為中信金還有獲利佔比高的保險業 所以在投資收益以及保險負債準備 兩個項目的金額波動都會比較大 從計表中簡單看一下兩間公司的ROE 就可以知道永豐金的獲利穩定性 的確是有優於中信金 我想這也是投資人在選股時 可以參考的一個重點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兩間公司中長期的報酬狀況 這邊先看到的是10年總報酬的數字 永豐金是237.7% 而中信金是172.1% 以年化報酬率的數字來看 永豐金是12.9% 中信金是10.5% 可以看到有這樣的結果 主要是因為永豐金最近幾季的獲利不錯 因此股價的漲幅也比較大 加上又多配了兩年的股票股力 所以可以拿到的股數還有配息 都比中信金要來得多 因此獲利表現自然也會好一點 再來是最近五年的報酬資料 可以看到永豐金的總報酬是125.1% 年化17.6% 而中信金五年的總報酬 是85.5% 年化為13.2% 從剛才前面的資料中可以看到 永豐金最近五年 淨力成長的情況 是比中信金要來得好 那這樣子的表現也反映在股價上 最近五年的漲幅達到82.1% 看到這邊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影片一開始就有提到 中信金第二大的淨力來源是保險業務 這樣子可能會有獲利波動過大的問題 我們回頭看一下剛才計表的資料 的確從2019年到最近幾季 都有發現淨力的起伏相當大 像是2020年第一季跟第三季 淨力都還有100多億 但隔了一季 卻只剩下670億 落差之所以會這麼大 跟金控股主要的獲利模式有關 同樣一個時間可以看到永豐金的淨力就沒有這麼大的差別 即使是2020年第四季有下滑 但幅度也不到兩成 而同期的中信金卻減少超過5成以上 如果是想要安穩存股的人 那麼可以考慮選擇一個獲利模式可以比較穩定的金融股 相信這樣子的吃股信心會比較高一點 最後我們來看合理價的部分 這邊我把兩間公司的合理價跟股災價列出來 大家可以當成股價練習的參考 永豐金的部分 本益比的數字 跟之前回顧檢視時一樣 都是取10倍、12倍 ROE則是從原本的9.5%提升至10% 這樣子算出來的股災價跟合理價 分別是14.2跟17塊 中信金的話 本益比是8倍跟10倍 ROE也是一樣有微幅調整至13% 這樣子算出來的股災價跟合理價 分別是21.6跟26.9 以上的資料給大眾這個參考 如果你對財報學習 或計算合理價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頻道會員 已經加入的人 別忘了到會員的社群裡面 去下載這次永豐金跟中信金的財報 希望對各位在學習上會有點幫助 好 如果你還有其他問題 記得在影片下方留言 還沒有訂閱的人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拜拜 저도影片下方留言 在我現在按下訂閱 再多等一支影片 我可以做到這支影片 好 就拍了 Influences